大北大巨蛋剛結束精彩的亞洲杯棒球錦標賽 明年3月2日、3日又將迎來日本独脈巨人 與中職中信兄弟樂天桃園的台灣式合交流賽 屆時巨人隊將在新任總教練阿布聖支柱代理下 率領包含看板球星、凡本勇人在內的全一軍陣容來台 能夠促成這庄美式可說是天時地利人和 包括明年市独脈巨人成立90周年 独脈巨人主場東京巨蛋是日本首座室內棒球場 啟用於1988年 明年正好滿36周年 而台灣首座大巨蛋今年試營運 明年也將正式啟用 特別是独脈巨人創意歷史中 王真志扮演重要角色 能夠在王真志的祖國進行交流賽 独脈巨人隊也覺得很有意義 12號賽事起售記者會上 巨人隊守護神翁田大士 特地從日本背來台灣出席 與中信兄弟的王威成 樂天桃園的林立一同號召應援 並先擬後兵送上伴手禮之意 大士在看完大巨蛋場地後說 台北大巨蛋比東京巨蛋的天花板更高 場地感覺更開闊 非常期待有機會能在大巨蛋打球 強調一定會全力以赴 王威成與林立也很期待與強敵切磋 明年3月巨人隊會來這邊比賽 請大家一定要進場來看他們比賽 以往都是只能在國際賽才有辦法跟水準這麼高 技術能力這麼好的選手去做比賽 那真的蠻謝謝有這次的機會 可以跟他們去較量切磋 雖然沒有辦法到日本打球 但希望他們可以把我們當日本選手對待 因為我們會拿出最好的表現跟他們對決 不讓台灣職棒啦啦隊專美於前 國賣巨人也允諾惠組最強啦啦隊來台較勁 大士也希望可以親身感受一下 台灣獨特的引擁無話 他有看過一些台灣職棒的比賽 那真的台灣的啦啦隊女生都非常的可愛 所以他會盡量讓自己不要被他們吸引過去 好好的專注在比賽裡面 動脈巨人與中信兄弟及樂天桃園的兩場賽事 單場首波各開放兩萬六千席 創下台灣棒球史上三場最多觀眾數 其中送地巷的場子門票 已經迅速賣光 好原隊的門票也所省不多 因為剛剛衛城說他們的票賣完了嘛 那如果買不到的可以來買我們這一天的比賽 謝謝 主辦單位聯合市委文創董事長李彥甫表示 他們的目標是希望大巨蛋全席位全開 後續會再和台北市政府及遠雄巨蛋討論 盡可能再架開席位 滿足球迷的期待 要忘記者洋人翔張昭倫 台北蒼報道 賞臨 建議 金 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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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